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拥有四款商业化产品 为缺血性脑缩中治疗器械 组成了支架取山术的完整产品套装 现在还有19款获批的产品和在燃产品 公司的核心产品暂时有两种 第一种是Captor的取山器械 最主要是为急性缺血性脑筑中而设 现在已经在中国有商业化了 第二种核心产品是左心以风倒器 最主要是为心房撑动而设 现在是在待NMPA的注册审查 公司的业务方面 在2020年他们已经开始销售产品套装 而且在2021年4月都开始销售封岛导管 而且预期在2021年 即今年的下半年 就会开始商业化最多达到9款的在燃产品 去到2022年至2025年 亦都会相计商业化其他10款的在燃产品 竞争方面中国的神经介入市场的五大参与者 主要都是国际公司 合共已经超过佔有市场份额超过80% 2019年根据中国的神经介入器械的销售收益来计 最大的参与者其实他们的市场份额已经超过了30% 所以其实行业的集中度比较高 但其实同时的竞争也是很激烈的 行业方面其实在中国缺血性脑中的神经介入器械的市场里面 在2015年至2019年 其实复合年增长率已经达到49.7% 预期到2030年会进一步 市场规模会达到人民币的254亿元 在2019年至2030年 复合年增长率会达到26.5% 至于所有方面 其实公司现在都是在一个亏损的状态 所以其实这只股票是一只B股 预期在今年的下半年 其实他们都会维持在一个亏损的状态 未来如果他们可以继续商业化更多的产品 他们的亏损就会慢慢减少 我们建议的评级 中长线投资是三个星 我们觉得这个医疗器械是一个不错的投资的赛道 但是暂时其实他们都会比较多的竞争对手 至于投机方面都是比三个星 因为如果大家留意新闻 其实会看到今天身为医疗 受到美国一个专利的侵权的控告 多少都会增加了一些投资的风险 我们两个都是证监会的持牌人士 以上的意见都是我们个人的意见 并不靠成任何投资的建议 投资者在做投资之前必须衡量自己的个人风险 最近新股真的非常刺烈 不知道你开了户口没有? 如果未开的话不要紧 其实飞纳证券现在已经可以提供到线上的开户服务 如果你想开户的话 只要掃描我们的QR Code 或者登入我们的网站 然后提供个人资料 以及身份证明文件 银行证明 以及三个月的住址证明 最后呢 存入一万元的港币 这样经过简单的审核就可以成功开户了 回到正面抽新股 我们有最强的三十八元套餐 你只需要付三十八元手续费 就可以免息免案金抽五万元的新股 除此之外呢 其实我们公司也预留了大量的额度 去给客户进行九成或者九成半融资 去抽新股的 不要考虑那么多了 现在 快点开户吧 如果不是 错失了很多机会的 拜拜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介绍新股新伟医疗 编号6609 交股价会定在160-170港币 每一手50股 一手日常费8636 招股日期定在8月10日到13日 8月19日安排20日上市 市值大约62-66亿 集资最多11.3亿 保健人会是高盛和中金香港 最后给大家一个资讯 新股上市之后 按值能达到50% 那现在我们这些新股怎么看 那以下是我们建议的评级 中长线投资三颗星 投机也是三颗星 接下来在片尾的时候 我会解释一下 为什么 认购策略 根据我私的新股部门 他们建议的认购策略是 margin认购 那接下来我会先为大家介绍一下 公司的热物 上海新闻医疗 是一家创新型神经介入医疗器械公司 凭指商业化产品 跟在研产品的广泛产品组合 在中国的神经介入市场 建具了领导的地位 产品组合包括了神经介入 跟心脏医疗的器械 在中国拥有了四款商业化的产品 分别为缺血性老筛中治疗器械 以及组合成指甲取山树的完整产品涂装 而且他们还现在有19款 或P的产品 跟在研的产品 其实现在主要有两款的核心的产品 第一个是CAPTER 取山系细 那主要是为急性缺血性老筛中的而设的 这款产品现在已经在中国商业化了 第二款是左心耳封堵器 主要是为新房颤动而设 这款产品现在还在等待国家药品 监督管理局注册审查 产品方面 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 已经开始销售产品套装中的取山器械 并在2021年4月份开始销售封堵球囊导管 那预计在2021年的下半年商业化会最多达到9款在研的产品 以及在2022年到2025年的时候会商业化另外大概有10款的在研产品 那市场竞争方面 在2019年的时候 中国神经介入市场的5大参与者都是国际的公司 合共市场份额超过了80% 而且在2019年的时候 按中国神经介入器械销售收益来算 最大的参与者的市场份额超过了30% 所以其实在这个行业方面集中度比较高的 而且竞争也比较激烈 在行业的中国缺血性老三中神经介入器械的市场方面 市场规模从2015年到2019年的负荷连增长率大概达到了50% 以及预期在2030年的时候会进一步增加到人民币的254亿元 2019年到2030年的负荷连增长率回26.5% 那公司收入方面 其实公司还在亏损的状态 所以公司是一支B宅的股 那预期在今年下半年的时候公司会维持在亏损的状态 那未来如果有更多的产品可以商业化 预计那个亏损会慢慢的减少 好总结一下我们的建议的品质是中长线投资三颗星 投机也是三颗星 中长线投资的话 其实在中国的医疗器械的市场是一个不错的赛道 而且公司也现在也在大概很多十多款的在研产品 以及在审查的产品 那未来如果他们商业化的时候 会为公司带来不错的收益 投机方面呢 如果大家有留意一下新闻的话 其实新闻医疗最近被美国的一家公司 续送侵权的问题 这样的话在短期内会增加一些我们投资的风险 所以我们给的投机也是三颗星 那我们两个都是证监会的持牌人士 以上的内容都是我们个人的意见 并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投资者在做投资前必须衡量个人的投资风险 艰难辛苦持续走热 听说惠例有专属打新账户 你开户了吗 现在我们有呈现提供我们的网上开户系统 你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是登入我们的官方网站 简单几个步骤就可以完成开户啦 首先填写自己的相关资料 提供相关的证明 还有审查一定的风险 还有我们最后经过的一定的审查 你就可以完成开户的步骤啦 那最后我们还有38元的耗栅 提供给打新的专属客户们 那你可以在5万元以内 然后就可以有享受我们的免薪等等 那对大任新股同时有9成 95成也都有提供 加入规例广上开户 就可以进行我们的新股打率了 3 3 3 4 4 5 5 10 4 5 9 5 9 5 6 7